看看新闻网 在场的各位女嘉宾 两位老师 大家晚上好 我叫何静峰 今年36岁 来自于北京 虽然我从来没有遇到过真爱 但是我一直没有停止过 追逐真爱的脚步 谢谢 他的题版是美丽的诗者 我们也看懂了 因为他是个人形象顾问 所以应该是一个美丽的诗者 25票 还有什么才艺展示吗 我为大家唱一首歌吧 人都说高远红 人都说高远蓝 高远上有一片 曾经的小脸 人都说高远脸 人都说高远蓝 谁知道蓝天下那王权 他是阿美的双眼 阿拉索 耶 阿拉索 耶 阿拉索 谢谢 我们都要高远蓝 不错 其实受教 有请 谢谢 来 欢迎我们的何金峰 刚才唱了一首 特别爷们的歌 来看看 选择哪一位女嘉宾 请按她的号码 毫不犹豫选择她 好 看看这次电脑 能不能如你所愿 我们的电脑 要问你嘉宾对她印象如何 哈喽 男嘉宾 你好 你好 北京的 是吗 对 对 我们在一个城市 所以要支持你一下 谢谢 而且你是做造型的 是吧 对 我是做形象棍的 看你这打扮就很 很 坏 坏 谢谢 男嘉宾 你好 你好 你给我的感觉是 虽然已经36岁了 但是你毫不输给那些 20多岁的小伙子 就是整个人很朝气 整身打扮都很潮 还有那个耳钉很闪 特别是那两个酒窝 笑起来特迷人 多谢 多谢 男嘉宾 你今天一上来 让我感觉整体就比较潮 可是你已经36岁了 是吧 应该说男人三十而立 我觉得男生过了30岁之后 着装应该要笑洛老师这样 我知道你的意思 你觉得26岁这样是 36岁也不稳重 是吧 对 因为我觉得这个不相冲突 就是一个男人的稳重 和他的外表 我这么打扮 跟我的职业也有关系 就是说 在我面对顾客的时候 我首先要把我自己 推销出去才可以 如果说顾客都觉得 我的打扮品位里面 会差一点的话 他是不相信我给他做造型的 如果是因为工作原因的话 我接受 谢谢 男嘉宾 你好 你的声音非常有磁性 还有刚才在唱歌的时候 我觉得非常投入 相信和你快去唱KTV的话 你应该是很能带动气氛的一个人 对对对 你说对了 有机会一起去 那我们来看一下 男嘉宾的生活短片 嗨 大家好 我叫何欣峰 今年36岁 来自于北京 我是一名色彩搭配师 也叫形象过问 我很热爱我的工作 我的工作很很有挑战性 可以说每天都是一个 缺心的挑战 在我每接触一位新的客人的时候 他们会向我提出不同的要求 来把他们装扮得如何漂亮 而我会对症下药 找到每个人自身的特点 把他的优势无限放大 是别人无法COPP的 在我工作的时候 我会非常的开心 而当一个人独自回到家里的时候 内心倍感孤独 因为我已经36岁了 很渴望家的温暖 很希望在我下班之后 我的爱人能够准备 做丰盛的晚餐 你是那个人吗 我们来通过扑克牌 了解一下男嘉宾 先翻开两张牌 何建峰是毕业于北京服装学院 学服装设计的 对对对 现在呆着形象顾问 年收入15万 我先问一下 这个形象顾问是给谁来做形象顾问 这个可能是对很多人来说 会有一种误解 以为形象顾问是化妆师 或者是造型师 但是其实不是这样的 化妆师和造型师可能是给一些艺人 比如说二位老师来做的 二位老师不是艺人 而我们做的是针对一些大众的高端人群 比如说一些企业家 还有一些领导 就是说他在出席某些场合的时候 可能我们会为他做先任的服务 但你要知道当顾问的话 你得长期服务于某些客户才在出 对对是这样的 化妆师画一次他走了 来自前 对对对对对 那你得跟这个客户建立非常良好 信任的那种关系 建立身后的友谊吧 就跟朋友一样 你服务最长的客户大概花了多少时间 五年吧都会跟着我 对 就固定客户群 对对对 就一对一点对点的个性服务 对对对 很好 男嘉宾你好 你好 你是行商顾问吗 对 你觉得我适合什么样的造型呢 可不可以现场帮我打造一下 或者做一些小小的改动呢 这个我们在工作当中是比较严谨的 假如说你是一个客人 来到了我们公司 我们是要花六个小时来为你做诊断 我们不是说看你之后就会给你建议 我们要有工具 对 我现在这个现场没有工具 要上工具的 是不是包括什么色彩 对对对对 要上三十二色布 全在你身上上一遍 才能找出来你的用色 基本的规律是什么 还要找到你的皮肤的颜色 冷还是暖 这也要靠工具 目测是目测不出来的 其实是靠科学的东西 所以男嘉宾就是我想说 其实刚才你说的这些可以 言简意概一点 就是形象顾问 其实也被说成是色彩顾问 我说对不对 对我们也要色彩搭配诗 对对因为我是学艺术的 所以我跟你去有一点共同的交流 所以你多关注一下 谢谢 很好 所以他称自己是美丽诗者 而且热爱生活 对 装修房子我就不说了 你看放牛养花 你在哪儿放牛 我要说一下 养花也不说了 放牛一定没说 因为这个是这样的 生活在一个东北的 特别的一个山区 特偏僻的一个山区 然后小的时候家里边特别苦 因为我姊妹六个 我最小 家里就是务农 有很多牛 那要就要靠我去养 因为姐姐和哥哥他们要去干农活 放牛嘛 就相对来说比较轻松 比较简单 所以放牛娃 跟小孩 对在山上放 然后从八岁就放到了十八岁 哦真的啊 对就是不夸张的说 就是我在上高中的时候还在放牛 就是你一边上学一边放牛 对对对 而且放牛很辛苦的 虽然它没有体力劳动 但是你要起早 就是一下 我当时在十几岁的时候 正在长身体的时候 我每天早上三点就要起床 你必须起床 你不起床 这个牛它要到七点钟 要吃四个小时的藏 它才能吃饱 吃饱之后才能去干农活 但是这段经历对你成长非常重要 也挺苦的 而且我觉得 最不容易 他十八岁 如果他一直十八岁还在放牛 十八岁以后考上大学 他应该算是一个贫困 贫困山区的学生 对对对对 因为我当时 我是我们村第一个大学生 就是我在上大学的时候 早上起来 他们敲锣打鼓的 送我 但是凭你刚才介绍 你小时候这段经历 跟你现在做这个工作 确确实实反差很大 对 来各位 你好男嘉宾 你好你好 如果有女朋友的话 可能会说你对顾客的一个细节 小到细节的了解 可能比了解你女朋友更多 那我想问这两者关系 你是如何做到一个调和 因为对于我来讲 顾客永远是顾客 我还是比较偏向我女朋友的 这是肯定的 我也觉得你问出来 我就觉得不可能了解客户 有了解女朋友多 对对对对 你从哪方面让他觉得 让他会感觉到有安全感 你不光嘴巴上说 我会偏向于女朋友 因为我有一个习惯 我以前也交过女朋友 在我认识他之后 我们确定关心了之后 我会经常研究他 不用他花一分钱 是我来花钱 但是我会把他打扮得 打扮得特别完美 好这两张牌 了解之后 如果还想继续了解他的 可以为他投票 来 三 二 一 有几位不想了解你了 但是还有其他女嘉宾 想继续了解你 那我们来翻开两张负责拍 翻开这两张牌以后 我才发现 我才理解他一开始 为什么要那样讲话 男嘉宾经历过 怎样刻骨铭心的感情 他心中究竟有什么秘密 精彩马上回来 以我的职业出发吧 我觉得再配上两个大的耳环 你就是无与伦比的美 我很愿意 那你最远你坐火车 你到哪了 到三亚的 三亚就是说 从天津坐火车到三亚去了 那我们来翻开两张负责拍 翻开这两张牌以后 我才发现 我才理解他一开始 为什么要那样讲话 感情很坎坷 曾经有过闪婚闪离 而且曾经为爱抑郁过一年 曾经结过婚 对 什么时候 去年 三十五岁 对 多长时间 八个月吧 谈了多长时间 谈了三个月 三个月决定结婚 结婚八个月又选择离婚 真是闪婚闪离 为什么 是因为之前 我遇到了一个 我很喜欢的女孩 当时呢 她是在上研究生 可能是在着装啊 气质啊 还有为人出事方面 都可能没有那么优秀 然后我就一手打造她 最后 教了她四年的大学老师教授 见到她之后 不认识她了 就除小鸭变天鹅了 对 就不认识她了 她的蜕变特别的大 在她研究生毕业之后呢 我们也谈婚论嫁了 因为也谈了三年了吧 在她找工作的时候呢 遇到了一些困难 然后 就是她去一个外企 给一个老总当秘书 然后我就教她 怎么去在工作当中 怎么去为人出事 怎么能让领导喜欢自己 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呢 我一点都没有考虑别的女儿嘛 但是最后 一个特别不好的结局 是我现在也没有办法接受的 是她跟那个老板 在我极力挽回这段感情的时候 是她跟我说了一句话 你预期那么卑微地去挽回我 让我留在你身边 你还不如花这个时间 让你自己去完善 让你更加优秀 让你更强大 让别人来追你 从她说完这句话之后 我就再也没给她打过电话 然后我觉得她说得很对 所以说我现在很祝福她 但是我因为这件事情 我有点窝火 然后我就抑郁了 就是很严重 就是要靠服药 因为晚上睡不着觉 就是可以说有半年都在失眠 人的状态和现在是不一样的 后来我就去 治疗 看医生 对 然后一年之后 我又重新振作起来了 这中间我的心情很复杂 所以说我说我一定要成家了 就是不能再这样了 因为我年纪也到了嘛 然后我就有说 之前的经验 可能是对方太优秀了 确实是留不住 所以说我就说 找一个各方面都要差一点的 就每方面都不如我的 所以说我之后 找这个连工作都没有 就每天我都在养着她 然后呢 我可能是后来有点 不敢付出自己了 不敢打开心了 然后对方就是一直在追着我 我说不 我说了几次 但是她都一再地说 表示说 她能照顾我的一生 所以说我就找一个这样的女孩 也不错 因为我之前受伤害太大了 有点不相信了 你知道吗 最后就在一起了 等于说是 一场闹剧 一场骗剧 给彼此伤害特别大 就是我有时候 就不爱回家你知道吗 就是家里边挨挨挨挨 挨到12点 就是必须得回家了 我就回家 然后早上起来 一早就马上出去了 到后来两个人都没有交流 后来就分开了 是这样的 你刚才用一个词 你说这是个骗局 就指这一代婚姻吗 其实我本来不想说的 就是如果对方看到的话 我也没有有意地再伤害她 就是不管以前 我们发生的任何事情 我现在都已经放开了 我都这样 让这一页已经翻过去了 那就不说 我们不说这个 我跟你说静动 对 你有一个观点 我必须得问问你 你爱你的前妻 你当时跟她结婚的 对 好 不要再说这是什么 这骗局不哭骗局 因为你对她的感情 也不真诚 如果她后期 有什么东西伤害了你 也是基于你前面 对这段感情的不真诚 就是觉得她 没关系 骆老师只是给你 其实做一个心理疏导 并不是说来批评你 或者是怎么样 也如果很多事情 真的不愿意说 没有关系的 真的没有关系的 我只是跟你说 对 你把骆老师的话记住 可能对你自己 不管离开我们节目 回家之后 这种心理疏导是有用的 好 谢谢 她希望找的这位姑娘 是端庄独立 得属于李冰冰型 现在呢 我不知道这句话 是对你还对她说的 是迫切渴望家的温暖 你是希望这个姑娘 是我 是我 是自己 因为我想找一个 能给我家庭温暖的 因为我从18岁 就在外面上大学嘛 然后 也18年了 经历了很多的艰辛吧 因为毕竟是家里条件不好 自己要出去闯 因为为什么说 要有家的温暖呢 我记得特别 你应该这么说